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 我在家里 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还记得吗 记得 齐爷叫我不要自作聪明 看来你听里 记性都没问题 就是 不喜欢照着做 我不懂齐爷是什么意思 大半夜的 主动上门托情 无非就是不想让我知道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对于这个拍卖会 对你感兴趣的 想来不是那些骨头 我只是不放心 不放心什么 荣家伤 你怕她出什么事情吗 最好什么事情也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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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她未必灵情 怎么样 你们订好了吗 说定了 都听齐爷的 都听齐爷的 对了 齐爷 现在给世珍做一条裙子 怕是来不及了 昨天啊 我刚好收到一条新的 到时候啊 可以给世珍试试 谢谢宝丽 齐爷 您都要带人家去参加舞会了 总能让人家空着脖子去吧 这样吧 明天 我让巴黎春天的收货员 带一些珠宝过来 然后你们挑一挑 好啊 这还差不多 林艾生的真的是君俏大方 真巧 今天太医爷没有女伴 不如两个年轻人搭个伴 省得无聊 也好 方林啊 你去吧 年轻人嘛 就应该多交朋友 幸会 容小姐 你好 任老板 可这今晚有一个神秘的派品 略有耳闻 看他们今天这个保密的样子 想必是一件非常稀奇的宝物 若是好东西 还望容老板手下留情啊 哪里哪里 乔本先生看上的东西 我容某必会拱手相让 孟老板 没想到你也会来 我对这个古董啊 也是有一点点涉猎罢了 今天过来长长眼的 顺便为前线将士 夹加油打打气 学安老弟真是太谦虚了 冯瑶姐 我们又见面了 时芝 这位小姐是 忘了介绍 冯先生啊 她先前是方林和方华的家庭教师 在容家的时候 我们见过几面 先生好 先生 你们俩今天可真漂亮 先生你也漂亮 没有男伴吗 有 云池哥陪我的 不过刚才遇到他的师长了 姐姐的男伴是这位乔本太医先生 你好 先生 您今天是同孟老板一道来的吗 我也在好奇呢 什么时候冯小姐同孟老板这么熟了 我的那些女友们谈论起今日的拍卖会 都在猜 孟老板会带哪位女士一起 没想到 居然是冯小姐 冯先生不是认识萧宝丽吗 通过她顺理成章认识孟老板的 我也是受裴先生所托啊 照顾照顾这个小师妹 各位有所不知 我在去美国上学之前 是在裴先生手下念书的 回来看老先生才知道 原来冯小姐 也在裴先生手下念书 所以 自然就是小师妹了 那你们二位可真有缘啊 加上 冯小姐是你的老师 那这么算来 孟先生不就是你的师叔了 我是不学无术啊 这么大个便宜 我可不敢占 我还务一样 灵魂 就有一个无法 但是 也不需要学书的 原来 你这样的有学书的 你找人 你不需要我 你去书的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各位今日丽临现场 来参加 由鲁毅思摩拍卖公司举办的 慈善拍卖会 今日拍卖所得 将全部捐献给 前线的将士和烈士的家属 今日共有六件拍卖品 每半个小时拍卖一件 其余时间还请诸位吃好玩好 务必尽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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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 谢谢 谢谢 老美 谢谢 我宣布鲁毅思摩慈善拍卖会 正式开始 欢迎著名影卿 肖宝丽小姐为我们开启 第一件拍品 这一件拍品是歌雪红宝石项链 起价五百大洋 请诸位开始叫价 好 这位先生出价五百五十块 二十三号先生出价六百 好 七百 好 十四号先生出价八百块 八百块一次 八百 两次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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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号先生出价一千 你皮肤白 这个红宝石很适合你 还有出价更大的朋友吗 这么细的链子 也值一千块 还有没有出价的 孟老板可真是财大气粗 拿钱砸着听响呢 一千一次 两次 一千二 七号先生出价一千二 我可不喜欢这条链子 十七号先生出价一千三 我可没有说过要派下来送给你 一千三 还有没有下架的 你是在报复我刚才挖苦你吗 一千三 第一次 我可没有这么小心眼 我只是想警告你 无论你在想什么 都别再挑衅我的女人 一千三 第二次 一千五 一千八 七号先生出价一千八 一千八 一千八百块 这再加点 都可以买一套小公寓了 对呀 这是谁家的公子 花钱这么大水大脚 家里也不怕给败光了 一千八 还有没有人比一千八更高 两千 十六号先生出价两千 两千 还有没有哪位朋友 你出价两千更高的呢 两千块 一次 两千块 两次 两千块 三次 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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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珍宝 好 有请 请 看这边 看这里 看这里 你好 请看这里